在有地区落实加强行动管制令 这一次是沙巴拿督的肯治区 以及九个半岛北部和雪州的监狱 此外 先本纳和古纳七个地区的加线令 也将延长两个星期 新闻一开始我们先来看国防部长 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利 在下午四点的日常汇报有哪些焦点资讯 内阁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利 今天出席国家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后 在记者会上宣布 沙巴拿督沙哈巴安荣德都肯治区 从本月24号开始 落实加强行动管制令 为期两个星期 范围涉及544户家庭 4629个居民 另外 原本预定在24号结束加强管制的 沙巴先本纳和古纳一共六个地区 由于持续出现新病例 因此政府议决 延长这七个地区的加限令两个星期 直到11月6号 好让卫生部为当地居民 进行第二次的检测 半岛方面 政府也决定 从今天开始 加强管制北马河雪州 九所监狱以及承教中心 包括公务员宿舍在内 人员性部队 宿舍在内 人员性部队 宿舍在内 主流海上 另一方面 有媒体质疑 政府只针对特定领域的行政职员 颁办部居家办公令 却继续允许民众出门到商场 夜市和巴刹等等公共场合 这对控制疫情似乎没有多大帮助 我们来听听部长怎么回答 伊斯曼也解释 政府之所以没有关闭所有经济领域 是因为不少人民和商家 需要依靠每日收入和日新维生 有些工作也必须在工作场所内才能够完成 因此政府不能强迫所有人 都居家办公 只能够尽量的减少人流互动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